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草案 委員陳學勝等19人 委員吳碧玲等24人 女具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草案 委員何欣存等22人 委員黃國書等18人 委員鄭天才等20人 委員何欣存等19人 委員鄭立軍等26人 親民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 女具文化資產保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江南欣等22人 女具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蘇智芬等16人 女具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及第76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鄭立軍等26人 女具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黃國書等18人 女具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1條第94條 及第97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呂俊立等23人 女具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4條文修正草案 決議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協定草案 一、審查通過條文 草案第四條及草案第十條經提覆議案決議通過 草案第二張張銘照委員陳學勝等及委員館碧琳等提案修正 第三張張銘照委員陳學勝等提案通過 第四張張銘照委員陳學勝等委員館碧琳等及時代力量黨團提案修正 第五張張銘照委員陳學勝等提案通過 第六張張銘照委員陳學勝等及委員館碧琳等提案修正 第七張張銘照委員陳學勝等提案通過 第八張張銘照委員陳學勝等委員館碧琳等及委員鄭天才等提案通過 第九張張銘照片第十張張銘照片及第十一張張銘照片 軍照委員陳學勝等及委員館碧琳等提案通過 草案第十四條照委員陳學勝等委員館碧琳等委員館碧琳等委員方國書等委員和欣存等及時代力量黨團等提案 綜合修正通過 草案第十五條照委員陳學勝等提案通過 草案第十六條照委員陳學勝等委員館碧琳等提案 綜合修正通過 草案第十七條 照委員陳學勝 委員館碧琳等委員吳詩瑤及委員林鄭宇等提案 綜合修正通過 草案第18條照委員陳學勝等時代力量黨團委員館碧琳等委員吳詩瑤等及委員林鄭宇等提案 綜合修正通過 草案第十九條 趙委員 陳學生等委員 吳世堯等及委員 管碧玲等 提案綜合修正通過 草案第十條 趙委員 陳學生等委員 管碧玲等委員 何欣淳等委員 張六萬坚等及時代力量等 提案綜合修正通過 草案第21條 第22條 趙委員 陳學生 委員 管碧玲等及時代力量黨團 提案綜合修正通過 草案第23條 趙委員 陳學生等提案通過 草案第24條 趙委員 陳學生等 委員 管碧玲等委員 黃國書等委員 張六萬坚等及時代力量黨團 提案綜合修正通過 草案第25條 趙委員 陳學生等 提案修正通過 草案第26條 趙委員 陳學生等 提案修正通過 草案第27條 第28條 趙委員 陳學生等 委員 管碧玲等及時代力量黨團 提案綜合修正通過 草案第29條 趙委員 陳學生等 提案修正通過 草案第30条及第31条赵委员乘学生及委员管闭人等提案综合修正通过 草案第32条至第36条赵委员乘学生委员管闭人等及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综合修正通过 草案第37条及第38条赵委员乘学生等提案修正通过 草案第39条赵委员乘学生等委员管闭人等及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综合修正通过 草案第40条赵委员乘学生等及委员管闭人等综合提案综合通过 草案第41条第42条赵委员乘学生等委员管闭人等及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综合修正通过 草案第43条赵委员乘学生等委员管闭人等委员管闭人等及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综合修正通过 草案第44条至第45条赵委员乘学生等提案通过 草案第46条赵委员乘学生等委员管闭人等及委员吴世瑶等综合提案综合修正通过 草案第47条至第51条赵委员乘学生等提案通过 草案第52条赵委员乘学生等及委员管闭人等提案综合修正通过 草案第53条至第56条赵委员乘学生等提案通过 草案第57条赵委员乘学生等委员管闭人等委员吴世瑶等委员高路委员等及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综合修正通过 草案第58条赵委员乘学生委员管闭人等委员吴世瑶等及委员高路委员等提案综合修正通过 草案第59条赵委员乘学生等及委员管闭人等提案综合修正通过 草案第60条赵委员乘学生委员管闭人等委员黄国书等及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综合修正通过 草案第61条赵委员乘学生等委员管闭人等时代力量党团及委员吴世瑶等提案综合修正通过 草案第62条第63条赵委员乘学生委员管闭人等及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综合修正通过 草案第六十四條 趙委員 陳學生等提案修正通過 草案第六十五條 第六十六條 趙委員 陳學生等級委員 廣畢齡等提案政府修正通過 草案第六十七條 趙委員 陳學生等提案修正通過 草案第六十八條 第六十九條 趙委員 陳學生等提案通過 草案第六十七 第七十條 趙委員 陳學生等提案修正通過 草案第71條 趙委員陳學勝等提案通過 草案第72條 趙委員陳學勝等提案修正通過 草案第73條 第74條 趙委員陳學勝等提案通過 草案第75條 趙委員陳學勝等提案修正通過 草案第76條 第77條 趙委員陳學勝等提案通過 草案第78條 趙委員陳學勝等委員 廣必零等級委員實至分等提案中和修正通過 草案第79條 趙委員 陳學盛等委員 廣必零等委員 龐郭社等及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中和修正通過 草案第80條 趙委員 陳學盛等及委員 廣必零等提案中和修正通過 草案第81條 趙委員 陳學盛等委員 廣必零等及委員 吳ünüz藥等 提案中和修正通過 草案第82條至84條 趙委員 陳學盛等及委員 廣必零等提案中和修正通過 草案第85條 趙委員陳學聖等 提案修正通過 草案第86條至第88條 趙委員陳學聖等及委員館壁寧等 提案修正通過 草案第89條 趙委員陳學聖等 委員館壁寧等 委員關過書等 提案 委員鄭天才等及時代力量黨團 提案中和修正通過 草案第90條 趙委員陳學聖等 提案修正通過 草案第91條 趙委員陳學聖等 委員館壁寧等 鄭天才等 時代力量黨團及委員吳士堯等 提案修正通過 草案第92條 趙委員陳學聖等 提案通過 草案第93條 趙委員陳學聖等 委員鄭天才等及委員館壁寧等 提案修正通過 草案第94條 趙委員陳學聖等 委員館壁寧等 委員鄭天才等及時代力量黨團 提案修正通過 草案第95條 趙委員陳學聖等 委員館壁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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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鄭天才等 提案修正通過 草案第96條 97條 趙委員陳學聖等 提案通過 草案第98條至100條 趙委員陳學聖等 委員館壁寧等及時代力量黨團 提案修正通過 草案第101條 趙委員陳學聖等及委員館壁寧等 提案綜合修正通過 草案 增定第102條1 委員館壁寧等 意見通過 草案第103條 趙委員陳學聖等 委員館壁寧等 委員館壁寧等 委員何欣寧等 委員 黃國社等 委員李俊一等 委員張廖萬間等 及時代力量黨團 提案 定義 委員陳學聖 黃國書 何欣寧 高路移用 張廖萬間 吳時有事調會 柯智恩及 館壁寧等 意見 綜合修正通過 草案第104條 趙委員陳學聖等 提案 通過 草案第105條 趙委員陳學聖等 提案 修正通過 草案第106條 趙委員陳學聖等 委員館壁寧等 委員黃國書等及時代力量黨團 提案 綜合修正通過 草案第107條 趙委員陳學聖等 委員館壁寧等 以及時代力量黨團 提案 綜合修正通過 草案第109條 趙委員陳學聖等 提案修正通過 草案第110條 趙委員陳學聖等 提案 通過 草案第111條 趙委員陳學聖等 委員館壁寧等 及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綜合修正通過 草案第112條113條 照委員陳學生等提案通過 親民黨黨團提案第12條之二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第7條之二 第41條之一 第62條 委員管併人提案第62條 第60條 第62條 第63條 第99條 進步以採納 第3 現請條文第62條及99條 均予以刪除 4 在不影響條文文理前提下 文字 條字 標點 符號 為統一體力授權 意識人員修改 5 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6 本案審查完成 擬據審查報告提前院內討論時 推請陳召集委員學生補充說明 2 委員諮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達負責請相關機關以後 這類送家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 任委員列行指定去憲則重啟指定 覆議案兩岸訊照案通過 宣布完畢 謝謝 請問各位委員 上次會議議事錄有錯誤 沒有錯誤確定 報告委員會 今天的議程有三 分別為 1 邀請教育部列席報告 國立高中職改立勢力之規劃狀況 並被質詢 2 邀請教育部列席報告 教育部學產基金及國有學產房地經營 與運作狀況 並被質詢 3 邀請教育部體育署列席報告 2017WBC世界棒球經典賽第一輪賽事申辦情形與規劃 並被質詢 首先介紹本委員會 今日出席之委員 柯智恩委員 吳智陽委員 吳思瑤委員 蘇巧惠委員 張廖萬坚委員 好 我們教育部的長官 大家都很熟了 我們林藤角常務次長 體育署何卓菲署長 好 感謝 我們現在三案一併進行口頭報告 前兩項是林次長報告 那有關於 世界棒球經典賽的部分 由何署長報告 好 首先請林次長來進行口頭報告 好 謝謝 主席 各位委員 8分鐘 好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對於教育事務的關注 以指導 今日大院第九屆第一會期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召開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 本人曾邀列席 並聆聽各位委員著見 自感榮幸 以下呢 請就國立高中子韓特教學校 改立勢力之規劃狀況 以及 學產基金及國有學產房地經營與運作狀況 提出專案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與支持 那麼首先第一個部分 針對國立高中子韓特教學校 改立勢力之規劃狀況 因應台北線等 五縣市改制或合併改制 衍生本部主管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特教學校改立及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教育督導權移轉業務 本部呢 自99年起 積極與各新直轄市政府協商 為目前呢 僅新北市政府與教育部達成共識 自102年1月1日起 接管新北市 轄內45所國勢力高中子 至於其他新四都的部分 轄內共123所國勢力高級中等學校 特教學校 仍維持有本部主管 本部以國教署 在105年3月15號 曾拜會台中市政府教育局 延商改例移轉事宜 雙方同意 在明年的1月1日 為台中市轄內 國勢力高級中等學校 改例移轉時間點 雙方呢 課政進行業務移撥 經費協商及精算作業 在桃園市部分 本部國教署 人員也是在今年的2月22號 拜會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延商 為該局對於改例 及移轉經費 應充分到位 國立學校使用之國有 不動產權 因病同移轉等議題 仍有儀利 現仍無法評估接管的時期 在台南市部分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業於104年10月23日 召開相關的一個會議 並精算所需經費中 在高雄市部分 在103年1月8號 陳來涵表示 目前對於國私立學校改例等問題 未有共識 或未具解決方案之前 不予承接 歷年 新五都所關心的議題 包括本部補助新五都的接管 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特教學校經費的不足的問題 以及改例移轉之後 教職員退府經費分攤的問題 以及國立學校使用之 國有不動產產權移轉 以及校長寧選等議題 考量新五都接管 轄內國私立學校 涉及到各都的財政狀況等情況不同 包含了接管醫院 行政人力的負擔 以及財政收支化分化 國有財產局等法令的一個限制 那麼各有情況不同 所以本部未來 將秉持開放的態度 尊重地方貨制公式 以及平順移轉 三個原則之下 持續與各自家市政府進行協商 以確保效務及運作 與改例移轉後 均能順利銜接 至於新四都轄內 尚未改例移轉之前 仍屬交易部主管 其權利義務呢 經維持現況 不影響學生 受教品質 與教師的權利 第二部分 針對學產基金 及國有學產房地經營 與運作狀況 學產基金呢 主要是源自於清朝時代 地方熱心教育人士 捐獻遍布於台灣各地區 之田地及房屋 依法放租專款專用 於輔助教育人才 本部接管後 設置學產基金管理委員會 審議學產基金之收支保管 及運用等相關事宜 本基金102至104年度 總計補助弱勢學生 39億8630萬1661元 補助呢 238萬2千多人次 至105年4月底址 學產土地 基有4984筆 面積829.16公頃 其中有租約者 即未定約 或者是無法定約 而有實質收益者 合計627.39公頃 令基級呢 處理未繳納使用補償金 占用土地約51.22公頃 學產不動產 定位為公用財產 依國有財產法 第28條淡書之規定 使用效益 並以呢 指租不售之管理原則 辦理 強化土地管理 改善占用問題 及活化資產 加強開發土地利用 等施政重點業務 為促進土地合理運用 本部呢 積極輔導 占用人取得合法使用權 103至104年度 已排除被占用面積 28.96公頃 兩年來 均達財政部鎖定 各機關 每年處理結案率 10%之目標 此外 未開拓 學產基金的財源 本部呢 持續透過 學產土地多元活化方案 液注學產基金 自104年度 值 累計 效益 效益大 經 公開 標租 出租並簽約的土地 共約25公頃 連租金收益達到 4億5千6百萬餘元 本105年度呢 並以篩選 據公開 標租效益之土地 23筆 面積約2.8公頃 將規劃 兩批次的標租 預計8月公告招租 學產土地除以公開標租活化外 將善用 參與都市更新及土地重劃機制 改良學產土地資產 提高使用價值 針對區域大面積學產土地 辦理都市更新先期規劃 又未落實鮮明現地 助學之一指 一積極推動學產 公共設施保留地 檢討與檢邊作業 令對於實施都市計畫 編定為建築用地 收編公共設施 膚色玩具 學產375更地 研議 依更地375減租條例 終止契約 終止租約 收回活化使用 會有效活化學產基金資產 落實本基金永續經營之目標 展望未來 本部期盼透過 學產基金管理條例之專屬立法 取得管理局運用法源 必持續關懷貧困之 落實家庭學生 使其順利就學 未來未為國用 以上說明 敬請各位委員會議指教 以上報告 謝謝 好 謝謝林次長 接下來請何署長 五分鐘 好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 體育署就有關2017 WBC世界棒球經典賽 第一輪賽事申辦情形 以規劃報告 報告如下 世界棒球經典賽 為世界棒壘球總會 WBSC 與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MLB 共同主辦 2006年起 每四年舉辦一次 經典賽 係由世界16強棒球隊 分成四組 每組四個國家 各取前二名晉級八強賽 應有美國職棒大聯盟的參與 選手陣容堅強 賽事倍受國際重視 我國曾於2013年 舉辦第三屆第一輪賽事 並打進前八強 帶動了台灣棒球的熱潮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為持續帶動棒球熱潮 並提升台灣國際能見度 經取得高雄市政府合作承諾 於104年10月23日 正式向經典賽對口單位 也就是MLB 為長期舉辦WBC而設的 這個公司組織 叫做WBCI提出主辦的申請 和南韓來競逐2017WBC的世界棒球 經典賽第一輪賽事的主辦權 並於105年3月中旬報經本部同意在案 為展示爭取的決心 中華棒協於申辦期間 一成二度增加權力金額 依國際總會申辦時程規定 本案公佈舉辦日期 因爲104年12月31日 期間中華棒協速度向WBCI洽巡 但一直未獲恢復 又於原獄贊助本賽事的行銷夥伴企業 在5月的時候也退出了舉辦陣容 高雄市政府亦致電中華棒協關切 表示一再延宕 將影響賽事整體運作 是以中華棒協金取得MLB高層理解 並與高雄市政府達成共識後 於5月16日向外發布新聞稿 考量民間團體申辦國際賽事 需自行整體評估其財力及籌辦能力 中華棒協基於錢力金不斷提高 贊助商退出等財務因素 以及高雄市政府 與該會整體籌辦作業期程的 相關因素考量 與共同主辦城市高雄市政府合議 決定終止申辦2017 WBC 世界棒球經典賽的第一輪賽事 並以取得美國職棒大聯盟之理解 本部予以尊重 未來針對頂級及重大單項國際運動賽事 本部將加強與全國性體育運動團體 或縣市政府協會等等來溝通 在申辦過程中 遇有相關障礙或問題時 亦請其能事先洽詢本部 並提供可能之行政協助 或共循解決方案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指導 詳細內容請參與書面報告 謝謝 好 謝謝何署長 現在進行巡答 每位出席委員巡答時間為8分鐘 必要使得延長為2分鐘 列席委員巡答時間6分鐘 10點截止登記發言 委員如有臨時提案 請於質詢結束前提出 處理臨時提案 若提案委員及連署委員 均不在場原理不予處理 好 首先請吳智陽委員質詢 主席有請何署長 請何署長 請何署長 市長就不用 因為這比較detail的東西 署長好 謝謝你 520前最後一天 津津也也來報告 恭喜 那本席要再度重申 我們關心這個議題 沒有指責任何單位的意思 跟怪罪任何單位的意思 我們是希望現在要公開透明 讓大家知道這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這中間有什麼過程 我們政府或哪個單位 要有力量介入來協助 就是這樣子而已 場館的部分 體育署是主管機關 大巨蛋蓋不蓋得好 體育署要關心 不能說那是台北市政府的事 那如果蓋不好 那台灣還要不要有一個大巨蛋 這也是體育署的事情 另外就是說 關於經典賽申辦 像這種大型的賽事 這次是失利 那我想大家都努力 尤其我要給放寫人大的肯定 因為的確是在很不利的狀況下申辦 那要申辦這種大賽事也是很困難 但是這中間的困難點在哪裡 我們希望將來有一個模式 讓台灣可以爭取到更多的大型的賽事 其實出發點就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放一下 我是這樣的 因為你的口頭報告比較簡單 我覺得要把一些事實 要講清楚 這個事實動出來 我們才知道說可能有哪些問題 首先你這邊講是104年10月23號 正式向經典賽申辦單位來申辦 那個時候這個要說清楚 因為我們本席也不是很清楚 只是大概好像是這樣 你這裡有講到104年10月23號 那個時候棒協提出的申請書裡面 上面寫的是台中市洲際棒球場 跟台北大巨蛋 是 一開始的申請是這個 而且這個是我覺得是合理 因為我上次本席上次講 在去年7月的時候 MLB的亞太的副總裁 還認為說這個大巨蛋很不錯 我們很希望有機會在這裡面辦 所以這個是結合起來 可是到今年 其實在去年12月底 他就應該要宣佈了 但是他沒有宣佈 今年我們2月改成台中洲際棒球場 3月15號才改成高雄的陳青木棒球場 我想這件事情 大家球迷跟國人一定要清楚 有這個過程 這中間牽涉很多的城市 很多的場館 那我這邊第一個要問 署長 棒協提出這個申請 需不需要得到體育署的同意 還是他本來單向協會 就可以自己申辦 國際性大型賽會 如果是中和性的 是由這個主辦城市 來向教育部提出申請 我們現在也 這個提出了一個相關的規定 這些中和性賽會 我們分成三類 他必須要報 這個應該不算中和性 但是他這個是屬於單向性的 單向性的是由各單向協會 他們自己提出申請 那所以 如果說他不需要我們政府的補助的話 他根本也不需要報本部 那這個案子是需要補助嗎 他是因為有需要我們部裡來補助 所以有向本部補助 請問他何時申請 到3月 那為什麼不是10月23號 他第一次申請的時候就申請補助 這個應該說是我們體育署宣導不周 那各單向協會 他如果真的要提出申請的話 照理應該是 他要向這個主辦單位 提出申請的時候 要先向本部提出申請 那我們會審議他相關的這個條件 好 署長 所以其實他正式申請的時候 已經是改成高雄 陳清福棒球場的時候 才跟體育署申請 體育署是這個時候才知道 但是陳清福 之前有口頭的 向我們部裡面提出來 好 但是正式的計畫是到3月 體育署有沒有給予任何的 諮詢或者意見或協助 基本上我們當時給他的訊息就是說 這是我們國人非常關切的 而且如果真的能夠在國內舉行 我們是樂觀其成 好 署長你看看我們 申辦的主場一直在改 是 從在deadline以前我們是台中加大巨蛋 今年改2月改成台中 3月改成陳清福 我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會一直改球場 然後為什麼權力金會一直往上要求 這個可能也牽涉到一些商業的機密和商業的利益 我知道當然台北大巨蛋的部分 確實是因為不可能的 所以才會把這個大巨蛋的部分取消掉 那至於到台中市的這個國際的洲際棒球場 和之後的高雄市 它怎麼樣形成的我們沒有相關的內容 是很重大 大家要關切的賽事 不是一般的賽事 所以署裡面既然他們要申請經費 你要早一點介入幫助 就是已經是高雄市的 我問你 照理說他12月31號去年 就要宣布主辦城市 那個時候我們跟韓國兩個案子都在那邊 那為什麼到現在 就是根據這個棒協跟高雄市的聲明 說MLB一直拖了5個月 我們撐不下去了所以我們不要辦 那為什麼一樣拖這個5個月 我們就撐不下去 韓國就撐得下去 我們初步了解這個是主辦單位 他們的一些和 主要是和韓國的一些談判手法 當然他們的整個的詳細的作業內容 也沒有對外公開 這裡面我想署長應該有收集 因為我們從報紙也有看 是MLB可能故意刁難 是 對不對 那但是我跟各位講一下 高雄市他有一個聲明 就在棒協提出這個 他說要放棄這個事情 他有一點感覺上他是很無奈的 他說棒協是唯一申辦的窗口 他們還是希望繼續辦 但是沒有辦法 既然說認為說要撤回 他也只能被動配合 是 你看看就高雄來講 高雄是什麼時候才開始變成主辦城市 他是在你改了兩次以後 今年的3月15號 還變成新城 陳新湖棒球場 所以到5月沒有決定 這件事情 對高雄來講他怎麼會覺得不能再拖了呢 對他來講還很新啊 其實 拖的是去年12月31號拖到現在 可是對高雄來講 我3月15號我才開始申請 其實要跟委員報告 其實那個高雄市的體育處 黃處長 其實他也 我們有跟他洽巡過了 棒協在去年 年底的時候 就曾經跟他談過了 那這一次我想 也是因為牽涉到 我知道應該很主要的因素 就是權力金大量提高 署長我的意思是說 這裡面有好幾個城市 有好幾個球場 還有很辛苦在穿梭想要爭取的棒協 體育署應該要比較積極來介入 你不能說 你申請到了我再來補助你 那申請過程的困難呢 誰在幫他 我看一下 因為本席最近正好在研究 世界各國運動組織 跟他政府的關係 有一個案例 請你參考一下 也許以後 大家共同合作會比較好 請放一下 這個是丹麥的案例 也許你們知道 丹麥有一個組織 叫做 Sport Event Denmark 你給他全力的支持 包括財務上的 你讓棒協一個人要負這麼大的 募款的責任 很辛苦 然後MLB知道你辛苦 故意加碼 我們就會喪失這些機會 好我們再看一下 下一頁 這裡有一個你注意到 他在網站上宣稱 經由我們這樣子的合作方式 他們幫丹麥成功的在國際上 爭取了很多的賽事 成功率達到80% 而且都是丹麥自己 有Strong Foundation的運動項目 就是他的運動強項 參考這個模式 台灣的觀眾 棒球應該是屬於台灣強項之一 台灣的觀眾會對沒有爭取到棒球賽事 特別的在意 所以你可以參照這個東西 這裡面也沒有叫體育署自己要出錢 我把賽事引來以後 觀光會增加 城市行銷會增加 所以他會把相關部門有關係的 也許文化部 也許觀光局 都拉進來大家一起成立這一個主持 一起來協助單項協會 跟主辦城市來爭取 請體育署參考這個做法 我覺得這一次這個過程 我跟你講我們還是 你從你的報告 我們還是有很多的疑點 我剛才隨便問就非常多的疑點 還沒有釐清 我覺得大家都辛苦 但是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應該要公開通知 我們會檢討 讓大家知道他困難處在哪裡 我們來協助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署長 謝謝副委員 好 接下來請柯智恩委員質詢 主席我們請林次長 好 請林次長 是 次長我今天當然主要還是有關於這個國力隸屬於這個 這個勢力的這個問題 但之前我還是要先請問一下 你當任過新北市的教育局長 你認為這是 你對新店高中說吧 它是老學校嗎 它算是 算新的學校 算是新的學校 所以你認為這次的這個跳電 真正只是一個意外嗎 不過它雖然是新的學校 不過它是學校裡面校內的變電箱 我了解 那個部分是老化 是 是老化 所以這完全是超乎你們 使用年限通常大概是五年到十年的時間 所以這超乎你們所想像之外 對 是的 但是呢 這邊本席還是要特別指出來 其實它應該不是一個意外 請次長來看一下 我們基本上就會認為 很多學校呢 目前整個教育部裡面呢 就會它或是各縣市政府裡面 都往往都會非常重視所謂的 績效主義橫行 所以呢他們往往就提出 非常多競爭型的一個計劃 因為在這種計劃之下呢 很多學校呢 它根本就不太去在乎 他們所謂的學校的基本的需求 雖然你可以說這次的跳電 是來自於地方 政府應該來負全權的責任 但是長期以來 我們為了要這個績效 然後呢 對於他們一些基本的 基本的部分 很多連資本們 他們都已經已經很久了 所以這一部分的話呢 如果說這一次是把動作意外的話 那以後我們很多的地方 都要靠所謂的運氣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考量 次長你覺得呢 是的 我想我們也會借取 這一次 新電高中的 這樣子的一個電的 停電的這樣子的一個事件 那未來呢 包含在辦理這種大型的考試的部分 不僅是針對校內的 包含的冷氣啊 用電的相關的設施的一個解決 絕對是一定要非常的徹底的要求來執行 最主要是有關於 沒有跳電 一般人就不會阻力他的電力系統 所以說不要一天到晚 只重視那些所謂的績效 而忽略了最基本的物理的上的需求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這個部分 次長你知不知道現在目前 國立高中改立勢力之後呢 誰最開心 誰最不開心 你覺得 最開心的部分 我覺得大家都還算開心 都算開心是不是 好這次好像是我們以台中市為例的 好像教育部這次好像在嫁女兒一樣嘛 好像在嫁女兒把這個 而且還帶了大批的嫁妝 把她帶到那個台中市去 但是呢我們從很多的報紙媒體裡面都看到 好像你是要給69億3000萬 可是今天看到你的報告只有37億 這怎麼一回事 是跟委報告一下 事實上這裡面所謂的69億的部分 包含了四個五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的話就是我們依照 就是前一年度啦 改立的前一年度的相關行為是 好沒關係是那個 那個37億 對還有免學費的補助的部分25億 這就62億了 所以你這樣加起來是 對另外還有一些資本門 還有一些競爭性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還以為要騙婚了你知道嗎 就有點擔心喔 而且你不要忘記 這一次剛好我們的新部長 是來自於台中市嘛 所以他應該是一個最佳的一個證婚人嘛 所以我們可以保證這個台中市每一年都會有這個 資金都會到位 可是不能否認 還是讓很多的高中職的家長跟老師都非常的擔心 市長你知道為什麼嗎 既然大家都很高興的話 為什麼很多人還是非常擔心 他們擔心過去的好日子已經不再有了 原因是什麼 原來他是國立學校改變為市立 市立學校之後他們會比較不習慣 沒錯嘛 所以不是從國立改成市立大家會擔心 不是只有這個名稱的問題 裡面牽涉到很多預算 還有包括很多的這個資產的一個處置嘛 那過去新北市的時候呢 很多人也很擔心嘛 但是呢 朱市長是誰要要什麼你就給什麼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還是來自於我們所謂的市長 是不是有決心要讓這些預算不要去縮水 這很重要那本席也完全的相信 因為我們教育文化委員會有三位來自台中的人 他們一定會緊盯著 這樣的一個策略啊 絕對不敢待呼 那是台中市 但是這邊我們還是要問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因為呢 學校擔心經費會縮水是來自於 因為地方有一些自酬配合款 需要來做處理 那我們也知道教育部它往往是 根據他們很多財力的分配 從這個第一級到第五級嘛 從80%到90% 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台中市以後不拿出這個所謂的地方 配合款來做的話 教育部有什麼辦法 有關當然歸屬於地方政府的之後 那必須依照這個縣市政府的財力等級的部分 那麼來分攤相關的一個這樣的進會 那過去呢依照我 那如果市長沒有辦法落實呢 所以基本上學校改立之後當然要整體提升它的一個學校的辦學品質 那地方政府改立之後當然地方政府也要承擔比較大的責任 所以包含像 我就以新北市當作一個例子 我在新北市的時候當時朱市長提出來 出了中央的補助進來之後 對於國勢力改立之後大概有4年15億的旗艦計畫 沒有我現在只是比較擔憂 台中市的部分 我了解他們也有一個5年50億的這個經費 所以你還是認為說這個部分是可以落實 而不會落空就對了 好那因為你的承諾很重要啊 你的承諾很重要 因為現在所有的這個 要改制的這個學校的老師跟職員都非常的擔憂啊 而且他們有另外一個擔憂我們來看一下啊 一般來說 國立高中職都有他們自己的校務基金嘛 他們自己可以來用嘛 那你現在改成勢力之後呢 勢必這些錢全部要到我們的市政府去嘛 而且呢他們很擔心每一次要用錢 就要跟他們的教育局來做這個申請 所以很多人就會擔心說 我錢進到你這個大水庫之後 會不會我要用的時候麻煩度很高 而且馬上就被稀釋掉了 根據我的經驗基本上是不會啦 那個台中市政府教育局跟新北市一樣呢 它有一個地方加益扮演基金 各國立高中職它自己本身 還有各國中職本身自己下面有一個分基金 所以它目前滾存的 不還是可以放在各學校的分基金下面 這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講說 既然我錢都要繳出去 我乾脆這些就是講白就是私房錢嘛 我覺得把這些私房錢 先把用花光的再說嘛 這一點就是我們要特別提醒的 還有一個大家最關切的 就像你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編制的原額其實分配是不一樣的 國立最優厚嘛 市是其次嘛 限定是最差嘛 那我們一般來說國立的話 它通常一套人馬大概十六七個人 而且只做一件事 你這樣轉到市的時候呢 你搞不好就是一套人馬十個人 要做三件事啊 包括國一入學啊 國三啊什麼高高中 這全部都是啊 到現在更不要去講了 所以現在的原額 你們現在敢說不受影響 那幾年之後呢 幾年之後會不會受到影響 跟我也報告一下 根據我的經驗啊 那個 你每次都用你新北市的經驗 來說台中市 那個林佳龍市長 跟我們的租市長又不太一樣 因為啊 那個一般會認為說 國立學校的原額 會比這個私立學校原額來得好 未必啊 過去的經驗裡面 是有的部分是比國 國立學校比較好 有的部分是私立比較好 目前來說 我們看到的資料顯示是這樣子啊 確實在國私立合併了以後啊 那各縣市政府 基本上要改例 不可能是兩套的一個標準 所以他必須把它統合成 變成一套的一個標準 但是在過渡期間啊 如果是說 有關那個 包含職員的部分 有一些原額上 減少的情形的部分 是採用一缺不補的方式 是啦 所以我目前為止 我們為了保障這樣子 因為這個台中市嘛 這麼多委員在 我們一定要幫他們說一下話嘛 為了避免將來換的市長不算數 你是不是認為原額的編制要定出來 原額編制務必要定出來嘛 那我們現在根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當中 他們勢必要有一個組織章程 組織歸程準折啦 那目前台中市定出來了嗎 就你理解 台中市自己本身也有 他們自己的規程準折 只不過就是說 國立學校進去 他們本來現在 台中市本身就有自己的 國小 國中跟高中學 我了解啊 可是目前就本期的了解 台中市目前還是使用高級中學法 這個還不是所謂 我們現在新改的 高級中等教育法 就是釋法性上就有些問題 我認為這個國教署這個部分要追蹤管考 是的 所以在改革制衛職場是有可能 有一兩年的時間要趕快針對 室內所適用的 這勢必一定要 那我們還是要強調就是說 兩者之間到底國立的 還有一般來說我們高級中等法 他們到底兩者之間有沒有落差 你這個教室數啊 二級單位組長數啊 職員數 其實這些都是不一樣的 因為過去我們來看的話 你看不含這個所謂進修本國小 72班的學校裡面 台中市高中最多是設17個組長 但國立學校可以設到20組 這就有落差了 所以難怪有很多人會擔心 他們這些的職缺會因此受到影響 所以這才是強力告訴就是說 一定要把這個東西定好 你一定要把這個規準定下來 否則人走了不算數 而且時間一久了 所以難怪很多人會忐忑不安嘛 是 是 高級中等教育法 在103年8月以後 正是實施之後啊 國教署這邊有定 針對國立高中職值學校的部分 是有定了原格編證制標準 所以目前包含國立 不僅是國立的 包含私立公立的學校 都是按照這個標準來做處理 所以我還是認為這個部分 一定要嚴格的去要求達到 法規是有 但是就將來執行面的部分 執行生面上一定要確實的督導到嘛 而且目前來說的話 那私立學校移撥後 原來由國教署所負責的這個獎補助 是不是也由台中市政府來負擔 是的 這個部分我們會設算精算之後 移撥給台中市政府 所以這個錢是沒有問題的 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基本上面 所以你認為從你在新北市的經驗 在基於你對台中市的理解 你覺得這樣呢 這一套的系統 台中市有這麼多部分 已經掌管50個學校裡面 你覺得這樣的移轉 沒有太大的問題 是我們現在國教署 包含我也出面 跟這個台中市談的結果 當然基本上就是比照過去 新北市的模式 那麼來辦理台中市的 所以你們要借重這樣一個經驗 好 那我現在要請問一下 新北市可以 台中市可以 為什麼台南跟高雄不行 因為各縣市政府 基本上他們 其實沒有啦 其實台南他們其實有考慮 只是我們的賴市長 他本身非常的省嘛 對不對 什麼都要去省啊 是不是這個東西你承認 他基本上有好多地方 連一城的偏鄉的 師之談刑的員工 他都不願意給 還有包括你還要自酬 很多的地方配合款 他都覺得這都是用到 他們地方的錢 所以他才不願做這樣的事情 這點你同意嗎 是 基本上跟縣市政府的決心 是蠻有大回心的 所以嘛 我們就大膽在講嘛 新北市跟台中市政府 都很有決心嘛 台南跟高雄 就決心性比較低嘛 是不是這樣子 他們的疑慮會比較多一點 不過我們還持續的溝通 持續溝通 我們就看看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到底什麼時候 可以完全達標 讓所有我們的高雄 台南 台中 新北 還有我們台北 都能夠得到這樣的一個 完整的一個發展 好 謝謝 謝謝 各位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請蘇 請吳思堯委員質詢 好 我們有請 次長也一起好了 還有何署長 是 謝謝 來 何委員 何委員 兩位辛苦了 就是最後一天 我剛剛其實我對林次長 其實我們也熟識很久 是 是 那看你最後一天來備詢 你還是厚厚一點資料 我覺得很感動 我覺得我們的政府 政策是延續的 很多 在場我們很多是常任文官的朋友 後續很多要耿續推動的政策 還是有勞大家 那我肯定次長的精神 跟署長未來還有很多的業務 那我今天的主題 跟這個WBC有點相關 這個新聞就是我們的棒鞋退出了 這個新聞是即時新聞 斗大的新聞版面 我們退出了經典賽的申辦 署長 我們體育署每年有一個預算 專門處理國際體育消息 這樣一個在你們的網頁上的 它有編列預算 有實際執行 請問您清楚這個網頁嗎 我們都有適時的來公開 而且也有把它傳給各運動單項協會 是 署長 我今天的title就叫 俗務會議 舊文變新聞 新聞變舊文 在你們體育署的這個國際網路 的國際體育消息的這個網頁裡頭 就像WBC 我們的經典賽 退出申辦 這個消息 在你們的國際新聞 看不看 包括國人非常關心的台灣之光 陳偉英 在大聯盟 要挑戰生涯第50勝 看不看 在你們的新聞裡頭 包括王健民 重返大聯盟的投手球 也完全看不到這個新聞 就算看得到 也是聲聲慢 Delay了好久好久 你知道這個問題嗎 我們是委託相關的這個機構 編譯社來反應 來我們看下一頁 這個就是你們的主業 你們針對其實利益良善 由體育署為了要宣誓台灣作為體育大國 跟國際的運動賽事來接軌 各種運動賽事的新聞 不管它的規則改變 它的賽事最新動態 你們都有報導 都有做這樣子的翻譯 每年預算是多少 三十萬 每年處理幾則新聞 每個禮拜都會十五則 每週嘛 所以換言之 你每年要去update一次 大概是四五十週嘛 所以這樣的預算是不高 但是我覺得要用 就要用的有價值 我現在放出來這頁不好意思 字體很小 是你們在五月九號最新放上去的新聞 國際最新的運動賽會的相關新聞 包括國際的運動政策 好下一頁 你看看喔 我唸給您聽喔 第一則是在 這個取用國際的這個運動網站喔 inside the game的報導 說巴黎 申辦2024的這個奧運會 那為了納入運動員的想法 做了一個APP 讓運動員 運動員來發言 這個新聞很好 可是這個新聞是4月11號的報導 第二則新聞 國際田徑總會 將在鑽石聯賽 2016的賽季提出新的計分方式 喔這個重要 這新聞的發佈日期是4月9號 我再看第三則好了 世界女子職業網球賽 WTA宣布2017年的4月 會在瑞士的比爾 新增一個室內賽 未來將會做為歐洲球季的開場 這都是重要的新聞 可是我剛講最後這一則 女子職業網球這個 新聞發佈日是4月11號 簡單講 你們花了30萬 請翻譯公司幫你們做了一個翻譯 然後要讓台灣的運動迷 關心運動政策的朋友們 來看看最新的國際新聞 關於體育 平均都是delay了一個月 我現在放出來的是5月9號 你們最新的PO上去的 可是相關的內容都是 但是它不過是翻譯而已嘛 最後下一頁 下一頁 我這裡彙整出來 2016年體育署的國際新聞 平均每則新聞的delay 是4週 2015年好一點 兩週 2014年的時候也平均都delay4週 我就以今年度來講 我覺得這是非常離譜 這是不大的事情 可是這彰顯的是 我們到底有沒有跟國際接軌 就這麼小的事情 我們今天講經典賽 我們放棄申辦 看不到 因為你這個新聞不是即時的 大家關心很多台灣之光 陳偉英 王建民 你完全看不到 我甚至要挑戰 你們在這個賽會裡頭 在這個報導裡頭 有把里約奧運放為一個專章 而這個報導裡頭 卻對我們的2017世大運 相關的報導 是少之又少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篇 是今年1月份放的 所以這樣一個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翻譯 根本就是積樂 你們今天在這裡 我們再說產學合作 我們青髮鼠也有推動 見習生計畫 你就直接轉包給我們的大學生 翻譯研究所的學生 來翻譯好了 讓他們活化他們的所學 都不用去花你這個30萬 然後去找翻譯社來翻 翻出來的是 新聞變舊文 舊文變新聞 news 其實是old news 書長你同意吧 確實我們這個作業時間 可以再跟我們相關委託單位 來做一個檢討 你們這個就是運動消息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這個30萬以上 他就必須公開招標 你們這個很容易處理的 你們就用見習生計畫 要不然你完全不需要 並列這筆預算嘛 你就用見習生計畫 來啟動這些翻譯研究所的 或是大學的外語 相關科系的學生來幫忙 只要想做 絕對可以 而且更有意義 我想這是小事 我們如果在相關的規定 這個絕對可以的 這絕對是同意 絕對是可以的 那今天同樣的我們在講 雪產土地或是建物的活化 次長 在台北市 你們有兩棟應該說是雪產建物 一棟是永春捷運站的連開宅 一棟是台北信義大樓 請問目前的招租現況如何 那個永春捷運站的連開宅的部分 那個十個單元的部分 目前已經九個單元招租 對剩下一戶 對 其實去年還沒這麼快 還好去年有快馬加 這邊想辦法租出去 那台北信義大樓呢 台北信義大樓 全部租出去 但是我們都還要很努力的去招租招標 我們在講雪產土地的活用 其實我認為是 大家的思考要活化 為什麼 一旦涉及基金 我們就認為要損益平衡 我們就認為一定要想辦法去活化使用 然後租給民間來增加基金的收益 我的觀點是 攪動一下我們的思考 就以永春捷運站的連開宅 你們去年花了多大的努力 想辦法把沒有飆出去的 沒有租出去的趕快租出去 而它是一個精華區 是一個店面 你們何不思考 就如同我剛剛在錘尋 體育署的那個網站的翻譯 國際運動新聞的翻譯 我們就把這樣一個空間釋出給學生 強化產學的合作 一樓有店面 我們讓這些餐飲的孩子 他可以做一個高餅店 你可以做一個髮廊 來讓這些技職體系的 髮裝相關的科系的學生 來這裡實作 我們可以開放給藝術家 做文創的工作室 然後他可以販售 就是頭腦的活化 因為如果你們都很容易招租 我沒有意見 事實上你們在招租這些建物 在其他縣市都還有碰到困難 那閒置在那也是浪費 你們能不能夠朝本席的建議 用產學合作 把這個空間釋放給需要的學生 學系來活化使用的可行性 來 次長 好的 我想那個吳委員 這個意見非常好 那麼針對目前閒置 或者是在招標一直都招標 不順利的這樣子的一些 學產的空間的部分 我們可以朝這個方向來做努力 我覺得一定要做 與其你放在那裡期望 你讓這個土地的價值 能夠增長它無形的價值 就是用在我們教育的本位 教育的原始的價值跟意義 更何況 學產基金它當初 就是這樣一個donation 就是一樣 就是這樣一個要來 輔助學生學習的 這樣一個基金的設置的目的 而你們往往把它用在 直接用金錢的補助 直接去來講助這些清貧學生 我同意 可是換個角度 換個思考 頭腦活化 我今天最後的ending就是 學產基金要活化 活化先從活化我們教育部 大家同仁的思考開始 我們一起努力好嗎 好 謝謝 謝謝 吳委員 謝謝 好 謝謝 吳委員 好 謝謝 接下來請蘇巧惠委員質詢 主席請次長 好 請林次長 好 蘇委員好 市長好 市長 那我就繼續追問這個改制的問題 市長 在你剛剛的報告裡面 其實洋洋灑灑這麼多 你已經談到了這個 這個改制辦理進度 也談到了費用 但是其實我並沒有看到目的 那這邊可不可以請市長 非常簡短的一句話說 到底我們為什麼要推動這個政策 我們為什麼要讓國立的高中 改立為市立 一句話 一方面 就這個有關主管的機關來講 那麼直轄市的部分的話 是國立 那個高中職的部分的話 可以由直轄市來 那個就地來做一個管轄 同時可以提升高中職的本身的一個 在地化的一個需求 然後提升辦學的品質 好 所以簡單講 如果一句話的話就是 其實是讓市權統一 對不對 然後另外也讓這個 學校的品質 辦學品質更好 其實我本期非常同意這個論點 因為確實我們12年國教要上路了 我們有諸多的政策 其實地方的縣市政府 地方的教育局 其實就是在第一線要面對學校 面對教育的部分 所以確實市權統一要管理一致 甚至以至於達到這個學生的受教資源 能夠是均職均優 這確實是改立的目的 但是 次長 剛剛在報告裡面 其實你談了四都的辦理進度 唯一沒有談到的就是新北 新北完全改立了 好 那我現在想要請問次長是說 請問 新北改立之後的進度 新北改立之後的現況 你能夠清楚的說明嗎 是的 他到底有沒有比較好 如果我們改立的目的 其實除了剛剛談到的經費更多 然後讓學校更好 讓教職員更好 那我們從學生的角度來講 學生到底有沒有在改立之後 得到更好的教學環境 教學品質呢 是 跟蘇原報告 那麼如果以過去在新北市的一個經驗來講的話 那麼也因為這個國勢力改立之後 那麼在高 中等教育階段的部分 它可以從國小 國中 然後銜接到高中職的部分 那麼在直轄市的部分 它可以做整體性的一個規劃 同時呢 也就是針對這個學校的 這種在地化的 這個相關的一個制度的設計 可以滿足 這些都是我們要推動的方向 所以根據我的了解的部分的話 就像新北市來講 目前過去很多的學生 都要周車往返到台北市來念書 但是現在呢 目前大概有七成多 七成二左右的孩子 開始選擇在新北市來在地就選 因為這是我的質詢時間啦 畢竟我還是要針對我的問題來詢問你 你再再的提到最熟悉的新北模式 那也說到說 學生因為這個改制方面 可能可以未來有這樣子推動的方向 但確實啦 其實我們要讓它能夠改制 就是希望國力和市力的學生 在不同的學校 但是能夠享有同樣的資源 但是我們從各種資源來看的話 其實到現在兩年了 它並沒有兩者的資源 漸漸的趨於平均 漸漸的趨於平等一致嘛 因為你看我們從 我就提一個生思比狀況就好了 在一百年之前 我們台北縣 新北市的生思比 其實是在十六 十六和六這樣子的差距 如果是國力的話 一個老師要對十六個學生 如果是縣立的話 那一個老師是對六個學生 可是兩年之後呢 我們現在的狀況是如何 其實還是一樣啊 沒有差距多少啊 所以你剛剛雖然提到了 我們改例之後 可以往這樣這樣的方向下去 但兩年了 已經兩年了 新北推動了 這個制度推動之後 改進的幅度確實是非常的少 那我想請問的是 教育部作為全國最高的教育主管機關 你這邊要負擔的是什麼樣的監督責任呢 你有更具體的輔導評估或監督的措施嗎 我們除了讓他可以順利的完成改制的階段 就如同你剛剛說 四都未來也會繼續持續辦理的部分之外 那麼改制之後 其實還是我們最關心的 尤其是從學生的角度來看 那教育部這邊未來會做什麼呢 你剛剛提到都很好喔 我也都覺得很好 我都贊成 對 剛剛說的您提到的 有關那個生師筆的部分 因為那個是涉及到原格編制標準的部分 所以以目前來講高中子 他是按照班級數的部分的話 是配置多好老師 我說的是差距 兩者的差距如何降低 所以他不至於會因為 不至於會因為這個部分而有差距 就是他是按照班級人數 我要談的是國力和勢力兩者 原來是一國兩制甚至一國多制 那我們現在希望透過了改制 可以讓他漸漸地去平均 所以改制了以後 改制了以後基本上各職下室的部分 他們會過去是勢力的標準 國力的標準 他會定成一致性的標準 所以你要怎麼監督 一方面呢就是 包含了第一個 包含目前過去是各職下室自己定 現在有關高級中等教育法 這個公佈施行的時候 已經這個標準的部分 是由教育部來統一做一個定定 所以在這個標準上 各職下室可以以這個為最低的標準 我們會來落實各個縣市 直下室他們整個執行的情形 市長我這一段時間 確實是覺得 不管是次長您 或者過去的吳部長 確實都對教育法規 教育事務都相當的閒熟 但是呢提到的種種政策 確實也都說 我們會盡量的來落實 我們會盡量的來辦理 但是並沒有非常更進一步 具體的狀況 所以我非常的希望你在這邊呢 既然對新北模式 你非常的肯定 而且熟悉 那未來也是希望藉著這個模式 繼續推動到四都 那麼在這個監督辦理考核的部分 是不是也能夠提出更具體的辦法 來讓我們這邊 作為其他縣市的參考 我想這樣才是改制真正的目的啦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還是要來談談學產基金的部分 既剛剛司長委員這邊在提到的說 其實必須要活化 其實本席這邊也非常同意這個方向 那我今天呢看到了這個預算書裡面呢 這個學產基金呢 今年的預算編列 明明收入是增加的 收入是增加的 但是在支出的部分呢 卻比去年少了將近兩億元 市長知道這兩億元 大概是為了什麼原因而減少嗎 今年和去年比 其實你們的預算書裡面是就有提到了 是的 我們減少的主要原因的部分 來我猜一下 加快時間啦 公共助學金減少 對 其實就是助學金減少 在我們這邊看到的資料裡面呢 你的學產基金一共用於大概是五個方向 除了這個低收入戶學生的助學金 極難慰問金 輔導高關懷學生 培育特殊專長學生之外 其實有一項就是補助辦理這個工商服務 就是這一項 那我今天就是特別要來談談這一項 市長其實這一項 貴步辦得不錯耶 貴步不但 你這一項的主要的方式呢 其實呢 它是讓學生 學校 以學校為單位組隊 讓學生 弱勢的學生 在暑期的時候呢 他能夠去到偏鄉服務 然後用自己的專長來做這些 自己的專長投入到偏鄉服務 服務的人群之後賺取了公讀金 他最主要的是補助學校來辦理這個計畫 其實這利益很好啊 甚至你們自己在新聞稿中也發布了96年到103年間 達到了多少的人次 1萬多的人次 然後也達到了認識職場學習體驗團隊合作鼓勵學生向上 這樣的一個好的狀況 可是 眼看著這幾年來 其實呢 這個對數 申請的對數是下降的 從101年有128對申請 陸續不停的下降 到了104年 說只有53對來申請 更有趣的是 教育部 貴步 你們就因為申請的人數 見數變少了 所以去年呢 編列了2億7千多萬元 要辦理這個計畫 可是 申請的件數少了 以至於決算的金額不夠多 那今年做什麼 今年不是想辦法讓這個最好的計畫 能夠多用途的 給他釣竿 而不是給他餘的 這個計畫 不是讓這個計畫能夠辦得更好 反而是 好 我乾脆把這個預算拿掉 這個計畫我就不辦了 不辦 這個教育部的思維為什麼會是如此呢 市長可以請你回答嗎 市長可以請你回答嗎 跟蘇委員報告一下 現在就是 技專的那個工讀金跟那個我們 其實我是請市長回答啦 因為這塊比較細 這個真的很細 那剩下一分鐘 你只有20秒 它那個兩塊是不一樣 那麼那個 技專的那個工讀金 大學的 那部分就由學校裡面就直接去處理 就弱勢的 但是我們所辦的 他們那個是利用您剛才講的 暑假跟寒假去弄的 那團數因為我們審核標準也稍微嚴格了一點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次長回答的原因 因為畢竟這還是政策的問題 我們今天在討論的是學產基金 要用到哪裡去其實是最好的 那麼我根據你們做的報告來看 就是之前它是用在這個 辦理工讀金 補助工讀金的方向 而且辦得不錯 但漸漸的在往下掉 可是我作為一個監督政府的角色 我看到的是這個好的計畫 它往下掉的時候 不是去加強補強 反而是 好我乾脆把這筆錢收走 不辦了 我認為這是一個不正確的方向 這也跟剛剛私藥委員在講的 其實產學基金不但是收入要活化 在運用的方向也要活化 它提到的是新創的計畫 但是我比這個更簡單 就你們既有的計畫好好的來做就好啦 那我希望呢 未來能夠在這個部分 能夠看到的是 它繼續數字是往上升 而不是它往下的 謝謝 好 謝謝 蘇養超最快的努力 謝謝 好 謝謝蘇巧惠委員 謝謝 好 我們下一位質詢委員是 黃國書 黃昭偉 有請黃昭偉 謝謝主席 請林常志跟何署長 好 長次請 署長請 黃昭偉好 署長好 新政府明天就要上任了 我想請問一下 次長 你希望留任嗎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我是事務官 對 所以你會 事務官是沒有留任 對 我知道 那你會希望留在 場務次長這個位置嗎 為教育來奉獻一份心力 是我們教育人的責任也是義務 好 現在還有很多事情 要銜接 要推動 何署長 那你希望留任嗎 我對體育有使命感 所以呢 我會努力打拚 努力打拚 所以你也是希望留任 我也是事務官 事務官 希望留在體育署這個位置 很好 何署長 其實我認為 你過去在體育署的表現 其實是大家都肯定的 很多單位 但是有很多的問題 你跟各個單向協會之間的聯繫 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們2017的WBC 世界經典棒球賽 我們放棄了 這怎麼回事呢 我們不是沒有這個經驗 2013我們就辦過了 2013我們在台中辦 我們是有經驗 那這一次怎麼會這麼無厘頭的 宣佈退出啊 我今天排這個議程 其實就是要幫球迷 來了解真相 我看體育署都要去成立一個 真相調查委員會了 到底是什麼原因 宣佈退出 誰決定的 是你決定的 還是棒協決定的 單向運動申請 我們申辦國際賽事 通常是由單向協會 自行去爭取 他們是不是需要政府補助 才會向政府來申報 那經典棒球賽 需不需要政府補助 他們是有提出 向我們交易部體育署申請補助 好啊 那他們跟你申請補助 那你沒有去了解這一場重要的國際賽事 對台灣棒球的發展的影響 你有沒有確實的去掌握 整個國際賽事的情況 就經典棒球賽 我們都有在查看相關的訊息 那當然這一次的這個棒協 他會這個宣布 確實也是有很多的因素產生 那當然和所謂的對手 也是有很大的相關 好 我問你喔 我今天就是想要來了解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原因 我們放棄了 如果我們去爭取跟韓國去PK 我們輸了 我們條件不如人家 那你就算了 但是我們都還沒有跟人家PK完賽 我們就宣布退出 這個很傷球民的心 那你說體育署說 這個是單向協會的問題 好 我們來看單向協會 我想請問一下 中華棒協 什麼時候跟我們體育署申請 3月中 3月中 3月14號 所以這個事情你是3月14號才知道的 之前是有口頭說明 有跟我們口頭說明過 好 那我問你 他跟你申請的時候 比賽場地在哪裡 高雄了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是3月 在高雄 那你今天的報告 前後都不攏 對 我 前後都不攏 你去年12月的時候 然後 棒協說要跟高雄市政府 取得這個合作的承諾 好 結果 本來規劃 是明年要在高雄成全府辦 可是你今天的報告是說 棒協 一開始提出申辦書的時候 是要在台中洲際棒球場跟台北的大巨蛋 對 那 他們跟你申請了以後的3月15號的第二天 才又改成要在高雄成全府 其實他們很早 這怎麼回事 持續有在跟高雄接觸 那 在跟這個大巨蛋的部分 是因為 確定他不可能了 所以就拿掉 另外台中的部分 洲際棒球場 也是因為台中市政府 也沒有很清楚的答覆給棒協 好 一開始 確定比賽的場地到底是哪裡 最早的時候 最早就是像那個報告書說的 是大巨蛋和那個 洲際棒球場 好 後來沒了 是 後來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了以後 你知道棒協怎麼的說法呢 棒協的說法 是說 跟高雄市政府 一起宣佈放棄這一個比賽 那高雄市政府也宣佈放棄 他們是有談論 好 我現在問一下 高雄市政府的態度是什麼 高雄市政府有聲明 我們看一下 高雄市政府 5月16號的時候聲明 高雄市政府並未表示 你放棄申辦經典賽 義務與棒協發表共同聲明 所以棒協是吃盡高雄市政府的豆腐 高雄市政府說 根本沒有放棄啊 也沒有跟棒協發表共同聲明啊 那這怎麼回事 這怎麼回事 棒協要去申請 重要的國際賽事 舉辦的場地啊 舉辦的合作的城市啊 可以這樣子跳來跳去啊 那你體育署 你也無從去監督 那你就放著棒協這樣子 我看棒協從頭到尾都在欺騙體育署啊 何署長 你對這整個情形的掌握 到底知道多少 我們只是想了解 為什麼這麼重要的國際賽事 它四年才一次啊 這個對台灣非常重要的比賽 我們2013年上一屆才辦過 我們沒有理由在這一次的比賽 你都還沒有去申辦到最後一刻 我們就放棄了我們應該有的權利 你這樣子如何對我們的球迷交代 如何交代 那何署長你覺得呢 你要不要去譴責棒協 棒協應該要有一個所謂的正式的程序 來處理這個問題啦 也就是說我們的私下瞭解 他和高雄市政府之間 相關的這個主管人員 是用這個LINE的這個聯絡工具來互相溝通 所以嘛 但是沒有用所謂的正式公文書的處理 所以嘛 署長 這麼重要的國際賽事啊 我們未戰先祥 我們體育署啊 置之度外 造成球迷的遺憾 怎麼辦啊 那未來我們還有非常多的國際賽事要申辦 如果署長 你有意願要繼續留任體育署署長 我覺得你又要把這個事情要先釐清 對球迷有一個交代 到底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是我們體育署啊 對整個國際賽事 申辦的情勢掌握不足 還是放鞋的作業程序出了問題 那現在放鞋這樣丟啊丟啊丟啊 這樣丟給高雄市政府啊 高雄市政府說沒啊 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放棄啊 是放鞋自己講的啊 那怎麼辦 我們了解放鞋也有去做一個了解 就是說 在MLB那邊 應該是很清楚的 已經給予他們 而且這整個過程 還把台北大巨蛋拖進來 看拖啦看拖台北大巨蛋 不要用這種推卸責任的心態 所以署長我可不可以要求體育署 針對台灣今年沒有辦法申請到WBC的賽事 在台灣舉行 要有一個官方的說明 可不可以今天就有一個清楚的說明 交代事情的真相是什麼 哪一個申辦的程序出了問題 你現在是把責任丟給MLB 丟給大聯盟 然後就覺得這事情就算了 可以這個樣子嗎 不可以這個樣子 好不好 體育署今天就要有一個公開的聲明 跟大家做一個交代好不好 市長 是 很辛苦了 未來我們面對的高中指改例的問題 現在台中市願意在明年1月1號就改例了 那其他呢 台南 桃園 高雄 還在談 都持續在溝通 還在談 目前是台中市議員最強 台中市議員最強 感謝 如果你繼續留任 密切注意 密切協調 讓國立高中指的改例到勢力 學生的權益教學的品質 都不會受到影響 那一定的 希望你可以做一個承諾 好 以上謝謝 謝謝方偉 謝謝 黃國書、趙偉 謝謝 好 下一位質詢委員是張廖萬堅委員 好 張廖萬堅委員要質詢 主席在這裡先預告 我們是不是在張廖萬堅委員 江委員 好 我們在蔣乃馨委員質詢後 我們休息半個小時可以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我想請林市長跟何署長 張廖萬堅委員好 市長好 署長好 委員好 我想今天大家很關心的是這個 經典賽2017年 台灣沒有辦法再主辦了 那身為當時主辦單位 我那時候在當副總會長 在台中的週期棒球場來舉行 那個熱潮真的是讓我們記憶猶生 所以這一次2017 我們沒有辦法爭取到 我只能在這裡講說真的是替球迷感到非常非常的失望 非常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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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2017其實我們申辦沒有辦法成功 其實我覺得我比較難過的是 其實這個好像這個職棒聯盟跟這個棒協 長期好像老是為了這個能不能合組國家代表隊或者是這個主辦權 那常常沒有辦法合作 這個我也覺得非常非常惋惜 事實上本席了解 其實署長你剛才也沒有講得很直接 其實這一次你認為為什麼會申辦失敗 其實因素很多 基本上MRV那邊也是基於商業考量 把我們當作一個籌碼 你講出重點 其實你的這個報告書裡面沒有講到權力經的部分 事實上我們辦了四屆了 第二屆在日本 亞洲區在日本 第三屆在台灣 然後這是第四屆 那其實本席得到消息就是 其實當時韓國加入的時候 首爾加入要爭取的時候 台灣當然覺得說 上次第三屆在台灣辦得很成功 那當然這個MRV他們籌組那個WBCI 他就覺得說 那你們台灣有沒有興趣 那事實後來我們也被騙了 我們也真的提出申辦了 我們的權力經從一康開始 10月23號提出多少錢你知道嗎 我記得是100萬 180萬美金 後來其實 在1月份的時候 他們本來是12月底 就要公佈主辦程式 最晚在1月底 那事實上在1月的時候 其實就差不多知道是韓國首爾要辦 那為什麼他不宣佈 還是因為權力經 因為他等台灣權力經加碼 我們提高到250萬 所以我們傻傻的 提高到多少 到250萬 到250萬 但是現在他們又要希望我們增加 2月5號的時候 我們從180萬的權力經提到200萬 然後到3月15號的時候 他又不宣佈 我們又傻傻的跟進 提到提出了240萬美金 到5月初 開始有消息說 其實就韓國要辦了 那時候其實 韓國的權力經已經遠遠把台灣拋在後面 所以我們根本 在這次的申辦過程裡面 差不多就是WBCI主辦單位 台灣變成一個他們跟韓國爭取提高權力經的籌碼而已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沒有申辦到 我剛才會講說真的很難過 很傷心 很傷心 但是有時候這個棒球運動 包括國際賽是非常現實的 我們去看 其實這件事情 申辦失敗之後 我看棒堂的反應 我在觀察 我也在地方當主委 你看職棒聯盟就說 我們一年前也還沒籌組隊 我們也保留 不派這個職棒選手參加的權利 我們的中華職棒聯盟 對棒協的申辦失敗的反應是這樣子 那我們喜歡棒球的人會很失望 怎麼會是這種反應 韓國為什麼人家申辦會成功 不是只有大巨蛋的因素 不是有巨蛋球場的因素 2013年我們經典賽成功 辦得很成功 帶動了台灣職棒的熱潮 從那時候開始 我們很多職棒選手從國外願意回來 然後到今年 你看我們今年職棒開始打 不到兩個月 我們所有的球迷加起來不到50萬 韓國比我們晚開打 200萬了 200萬了 所以有很多現實 我覺得我們應該好好來講 我覺得體育署也應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當然申辦單位是棒協 可是我覺得如果說 你有下令自在必得 我們就不要放牛吃草 我們就要全力協助 如果說真的是權利金的問題 我們真的可以到多少 我們有沒有需要 政策上需要這樣處理 那如果我們已經知道了 他們其實就是希望開拓市場 之前在日本現在台灣過了韓國 那我們為什麼要繳入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要早點講 我想大環境我們其實還是不如人 我覺得我們應該好好檢討 不要一再傷球迷的心 那我覺得像之前 今年賽辦了四次我們來回顧 2006年我們也是 全部的職棒選手都參加 2009年記不記得 那時候只有項隊跟師隊參加 2013年我們首度打入這個八強 是因為大家都比賽都參加 所以我想實在是 今天在講這個已經都過去式了 那未來比較重要的是 我們要怎麼籌組 所以我們不願意看到說 因為這個我們沒有辦法爭取到主辦 然後就開始又開始 職棒選手要不要參加 然後其實都沒想到說 我們過去職棒選手不參加 又有很多原因啊 那譬如我們出場費的問題 我們黃國書、趙偉之前提的 這個保險的問題 他們出去比賽 我們怎麼幫他們保險 我覺得選手的權益 你們要趕快來處理 那事實上職棒的秘書長講說 一年前就籌組 現在還沒籌組 我覺得那個也是內行人講外行話 我們2013會一年前就籌組 是因為我們從預賽開始打 我那時候非常清楚 後來打進去 我們一路打 打了三 預賽打了三場 第一場 贏了澳洲 第二場贏了河南 第一場是4比1的樣子 我都去看了 河南8比3 本來韓國到八局都贏了 最後被江振浩打了一個全壘打 2比3被逆轉輸掉了 但是我們還是分組第一 跑到日本去 第一場八強賽對日本差一點贏 3比4輸而已 所以才會捲起這個熱潮 所以我覺得喔 這個體育署 我覺得你們應該 好好的利用這個機會 讓兩個單位合作 我們還可以再組一個 像這麼多好的選手會來台灣 我們怎麼樣子籌組 2017最強的台灣的代表隊 我想你們有責任 我們已經有規劃了 已經有規劃喔 我想本席也會持續的來關心 然後這個轉播也很重要 雖然沒有在這裡 但我們轉播還是要想辦法 讓球迷看到 為我們台灣的代表隊加油 接下來我再來談一下那個血產基金會 請坐 我想那個次長 血產基金會啊 在我看你們提供的資料之後 我發現啊 我們把它放到第三頁 我們從102年、03年、04年 我們血產基金會的支出收入啊 我們看到 如果我們來看啊 它的總支出 我們血產基金會的這個 虧損增加減少補助弱勢生啊 這個趨勢 我們看喔 總支出從16億 102年的16億 103年的14.8億 104年的15.4億 那你們說補助的人次 從81萬人次 77到78 本期給他算一算齁 其實平均起來啊 我們的弱勢生 受到的補助不到2千塊 那2千塊 這樣子的一個補助方式 是一個常態平均的補助 還是有高低 你們要說明一下 對 對不起 好 請說明 我時間有限 第一個小學生 一個學期是1千塊錢 國中生是2千塊錢 高中生如果公立的話 是3千塊錢 私立的話是5千 然後大學的話 私立的是1萬 公立的是5千 所以我跟你講你們的人次這麼多 我感覺那種補助就通通有獎 通通都是安慰獎 都有啊 那個小學生的1千塊 國中生是3千塊是不是 國中2千 2千 1千 都1千啊 那比那個我們65歲的老人年金啊 一年零2千塊還少 所以我覺得喔 這個補助的方式 我希望你們能夠真正的去 去做一個好的分配啦 不是通通有獎啦 也不是通通都是安慰獎 再過來我想 你們的這個 翻到我們學產基金的資產表 等級給你們看喔 你們的不動產的土地啊 如果用公告地價來看 有217億啊 如果用公告限制來算 有1095億 有這麼多的一個資產 然後如果再加上你們的存款 有價證券 加起來大概差不多1200億 可是你們的邊的收入裡面啊 我給他算一算 一年只有8億啊 如果這樣的一個資產 一個報酬率啊 只有千分之七左右啊 是不是 你說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喔 這裡面有一個 租金是佔八成嗎 對 租金裡面喔 光是耕地啊 就佔我們的70% 沒有關係 這70%的耕地 我們的收入只有600多萬 我想本期要在最後 因為時間不夠 我提一個最近一個不合理的狀況 1020年度啊 我們改成這個市價徵收之後 改成市價徵收之後 我們學產基金會的租金的計算的 方式都是公告地價 那以台中市為例 你們的租金收入啊 年度大概7億左右 聽說台中市就貢獻了一半 3億多 七期的租金 那你們那個是最近 因為公告地價在今年1月才調帳啊 台中市平均西屯區 公益你們租金最多的 就調了平均一倍多 增加100%以上 平均啊 七期調了三倍 連你們說的弱勢的農耕區啊 我有一個最近的一個陳情 這是低收入戶 租你們的農耕地啊 的這個租金啊 半年的租金本來是一萬三千塊 現在變成三萬一千塊 他還是低收入戶 這是因為公告地價調的太猛 那你們的租金的計算的這個基礎呢 又是根據公告地價 這個非常不合理啦 就是說他調帳的平均一倍多 所以我想你們應該 根據這個情勢的轉變 現在公告地價跟公告限制都調向市價 所以呢 他的計算基礎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會造成很多的問題 我們七期那個租金佔三倍 你也知道那件事情 現在在法院申請調解 所以我想像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應該我們會 我會等一下會來做提案 你們應該重新檢討 好好的來做配套 這102年度開始 我們公告限制 公告地價的調整 已經轉變了 可是我們的租金計價 還是一樣按照那一套 那這樣子會有很多糾紛啦 以上請請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張廖委員 接下來請蔣乃欣委員質詢 主席有請是署長 好 請何署長 委員好 署長 我想剛剛聽到有關這個經典賽 第一輪賽事的問題 那說實在我是聽了半天 也看了你們的書面資料 到底的問題是癥結點在哪裡 還是聽不出來 是 癥結點我想應該這麼說 是我們的當時棒協 在申辦我們這一次的賽會 沒有做好最清楚的 最深入的 最了解的一個評估 所以在整個作業過程之中 我個人的感覺是被MLB擺益到 好 所以拿我們當 就像你剛剛講的 拿我們當籌碼 是 從180萬到250萬 一直在追 一直在加 是 那可是我看到你們 今天的報告的最後結論 就是針對未來 頂級及重大單向國際運動賽事 本部將加強與全國性的體育運動團體 或縣市政府協會溝通 在申辦過程中 欲有相關障礙或問題的時候 也能事先先洽洽本部 所以今天體育署 我們當時為什麼把體育委會 本來變成 後來我們硬要把它變成體育署 就是還是希望能夠 第一個就是振興體育 第二個來講 體育署能夠發揮它的功能在 今天我們並不是說把這個事情 要怪到體育署去 從過去的方式來講 這個是單向協會在處理 體育署只是你有問題給我 我看在行政上面怎麼樣幫助你要贏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辦經典賽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辦第一輪的賽事 我們的目的在哪裡 是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應該 就從整個行政作業裡頭 來做一個檢討 當然實以示意到現在 我們最單向運動 爭取國際賽事 我認為也是要分所謂的重點性的 或者重大性的 或者影響性大的部分 我們要有特別的處理方式 我們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 提升振興棒球 是 對不對 因為現在棒球的球迷是最多的 然後我們的棒球的實力 在國際上還有一定的水平 是 可是這幾年我們的水平 在提升還在下降 這才是很重要的事 是 我們的總排名是提升到第三名 世界第三名 可是看來比賽的時候 我們的成果是怎麼樣的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今天要民眾去看球迷 都去看棒球賽 水準一定要打得精彩 對不對 那你看美國的大聯盟 一比賽的時候 幾萬人做了滿滿的 對不對 那我們有些賽事能空空的 對不對 所以最重要的是 如何提升他們的水準 實力提升 自然而然 大家就會看嘛 是 自然運動參與的人就會多 產業也會振興嘛 是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這方面 所以 體育署 這次 現在沒有辦法辦了 對不對 已經是確定了對不對 是 那 體育署 我希望未來 體育署 想出一個 如何真正能夠提升我們 棒球的實力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是 而不是現在只是說 將來要溝通我們可以協助而已 是 我覺得這個對棒球實力 是一點幫助都沒有 是 我們是應該整體性的去看這個問題 對 我想將來新的部長來的時候 我們也會請到新的部長 是 好不好 謝謝 那我們請次長 江維 好 我想次長 是 今天最重要的 今天三個議題裡面最重要的 你排了第一個的就是 高中指 是 怎麼樣子 依照地方制度法 由回歸到直轄市 對不對 是 從明快99年 五都 然後桃園 準直轄市 然後接著桃園變成正式的直轄市 所以就是六都了 六都到現在為止 從99年開始到現在105年 六年了 那為什麼公立的高中 還是沒有辦法移撥到直轄市 那在 在 99年 當時的部長 吳清基 也在講 101年 8月1號 對不對 最早的日期是101年8月1號 在我們立法院也是講101年8月1號 對不對 內政部召開直轄市開會 99年開會的時候 也是目標101年8月1號 現在105年8月1號呢 也沒有啊 然後又要改到102年的1月1號 到了102年的1月1號 也只有新北市接了 其他的不接 原因在哪裡 跟委員報告 主要大概就是人跟經費的問題 我想最重要是經費的問題 對不對 那看今天你的報告 台中106年1月1號接 對不對 目前朝這個方向在努力 那你要補助台中多少錢 總共的經費的部分的話 那麼是大概是65億 另外的話就是還有那個均優值化 跟那個記者在照的部分 那是競爭新經費 那也保留 雖然改制實力之後 他還是可以提出申請 如果他比照今年的這樣一個標準 大概總共可以到69億 69億 對 那可是照年105年 照你們今天的報告 對 好像如果照105年的試算的話 應該只要給他30幾億就好 沒有 30幾億的部分是 那個會直接拨到這個縣市政府的 這個經費裡面去 其他的部分是放在 還是放在國教署 包含 就是 依照 如果以那個台中市來講 那依照今年的這個標準的部分的話 國立學校的所有相關的這個經費的話 大概要37億 那這個部分會給這個台中市政府 另外呢 有一些經費的部分 包含學雜會補助 這比較大眾 22億 因為這個政策的部分 包含新北市到目前也沒過去 因為包含那個學雜會的補助的一定條件 標準的部分 要到明年度才會穩定下來 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再跟 新北市跟台北市在討論 是什麼時候才移轉過去 不過經費還是會給台中市 只是經費的部分是會放在國教署 那69億台中市政府同意不同意 目前台中市政府也是按照這個標準 應該是沒有問題 是 而且他們自己本身 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政府按照台中的標準的話 台南市政府同意不同意 台南市他們就有意見了 那高雄有沒有意見 高雄的部分 高雄在最近有初步 大概跟我們再進一步再洽談 但是態度還不是很明確 那桃園呢 桃園的部分事實際上談得很早 本來桃園的部分依然很高 不過後來桃園大概目前 大概有一點有一點遲疑 那他們這幾個縣市都知道不知道 台中的這種 有台中要改例的這件事情 他們都知道不知道 也放了 也公佈了很多次 也公佈了很多次了 對 而且台中市 可是高雄 台南跟桃園還是不願意 目前後續的部分我們會再持續 那他們不是在欺負台中市嗎 不會啦 對不對 那台中市這樣子補助了 台中市可以接受 為什麼高雄 台南 桃園不能接受呢 原因在哪裡呢 他們希望還要更多 對 他們希望更多的經費更多的錢 那台中市不是傻瓜了嗎 台中市他們是有比較大的企圖心 希望能夠拿到國司令 對不對 所以今天來講的話 依照地方制度法 你要成立直轄市 高職 高中的部分就是歸直轄市 這是依法的 所以99年就開始協調 內政部也順便協調 教育部也順便協調 原因就在這裡 是 一直協調到現在 新北市接了 台中願意接了 這個補助的金額也談好了 可是其他三個市 其他三個市還是不願意 那就表示他們要比這兩個還要高 那新北市 台中市為什麼還要接呢 對不對 那就變成首規矩的人 首規矩的人就是掃瓜 我慢慢來談 那就像都更一樣嘛 我最後一個同意 我拿了價格最高嘛 那這樣的話怎麼做事情呢 不過跟委員報告一下 當時候包含在新北 跟在台中談的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後面跟其他職業 是有談得更好的條件的話 其他的縣市也要比 其他的原來已經改例了 也都要比照 所以基本上是不會啦 我們還是按照這個標準來講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對 就是就像都更一樣嘛 誰擺到最後 誰談得最高嘛 那可是 市長 你有沒有發現到都更 往往到最後 堅持要談高價錢的人 被畫出去一塊 將來他自己單獨興建 不參與都更呢 所以這個部分 教育部你應該要你的原則 你應該要你的立場 你應該要堅持 不能說是 像討價還價一樣 讓台中當傻瓜 我今天就幫趙委講話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市長 你一定要很認真地去處理 好不好 是的 謝謝 謝謝江委員 我們持續過通處理 謝謝 好 非常感謝江委員 謝謝 我們現在休息30分鐘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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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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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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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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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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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